台北市7年来最猛的台风夜 11级的强风吹5个小时 近次于苏迪勒台风 台北市的风是如此的强劲 主要原因是地形加持的错 它在学术上叫做角鱼流 31号晚间 台风中心在彰化的外海 所以北部吹的是东南东 一直到东南风 而强风撞上东北角的山区 会被迫绕路转 结果就是所有的东南风 都被迫河流 风速增强 而另外当台风北移风向变了 风却会小下来 大约凌晨以后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不放假的原因 而包含台北市今天正常上班上课 但街道的路数倒塌不计其数 所以就有里长很不满说 你为什么今天应该要停班停课的 不听良言的市长蒋万安醒了吗 不过蒋万安坦言说 交通就是最大考验 白色巨型铁皮掉落在地面 应深山把停车阁中的汽车及机车 全部都压垮在地 满满的倒地机车 而且全部都毁损严重 车头毁损的毁损 各样零件散落 在地场景相当混乱 这也是台北市大安区光复南路 受到抗瑞台风侵袭 导致全台各地灾情不断 其中北市地区全都很有感 巨大拟针可颂坐落在满目窗移的道路中央 一旁还有吹倒的三角锥形成巨大对比 三十一号北市吹起高达十一级的强转风 造成各地灾情不断传出 狂风吹来碰一声前方电门的玻璃 全部都隐身碎裂 让民众触不及防精神尖叫 狂风吹进便利商店 海报全部都飞在半空中 就连电门都无法关闭 不仅如此 在万华西藏路的便利商店 甚至出现落地窗 全部都遭到吹垮 工作人员赶紧铺上帆布 做检疫的防御措施 还有这里 新医区的抽伤里不是满满的人潮 而是满地的碎玻璃渣及土石块 甚至货架倒得倒坏的坏场景相当混乱 店家就连学校也遭殃 台北市私立立人国小上门口 拉起封锁线 四周树枝树干全部都横躺在地 围墙甚至遭到损坏 只剩下一半灾情相当严重 虽然双北地区照常上班上课 不过由于立人国小级 指南国小的毁损严重 今天还是继续停课的状况 31号双北风雪猛烈 北市的监视器毁损情况严重 总计有289台监视器毁损 不过北市所有的毁损相关单位 也正在极力修复当中 希望赶紧还给居民安全的环境 接着我们的报道